大家好 咱们之前实现的都是在这个hub里边来筛选扣端 然后向扣端群发消息 但有时候呢咱们也有需要说 在非hub环境中向这个扣端发送消息 比如说咱们要做这么一功能 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 每新增加一个用户 咱们都向所有的扣端群发说 咱们欢迎某某某加入我们的团队 假如有什么需求 就说只要系统里边新增一个用户 咱们就向所有的扣端群发一个消息 说欢迎某某我加入我们的团队 这个功能呢 因为咱们学的都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hub里边加方法来向所有的扣端发情求 因为咱们在hub里边才能拿到client 等这所有东西嘛 对不对 那么一种方式是咱们把新增用户的代码 也是写成一个hub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咱们在这写一个方法 叫做public think add user 那么这里边是用户名 user name 这样是一个密码password 然后在这里边 你看咱是不是就可以把代码扣过来 这样 咱反正也可以注入优责任务 咱们是可以这么做 这写一个hub的方法 在这完成新增用户的操作 然后在这咱们再寻发消息 是吧 this.client this.client send.client 在这再怎么样 这个群发欢迎 可以吧 可以这么做吧 可以这么做 然后的话 咱们在前端的新增用户那块 咱们不再通过adjax 就是咱们不是通过adjax 这个发向这个接口发送请求 而怎么样 而是直接新增用户的那块 咱们直接调用hub的方法 来完成新增用户 可以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 当然可以 能列我这意思吧 就是咱把新增用户的代码 不再写到webapi的controller中 而是写到hub中 就是说咱把业务逻辑写到hub中 然后新增完用户之后 咱们再寻发消息 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做不好 为什么 一个原则就是咱们的hub 尽量只做这个消息的分发 不要有这个业务流程在这里面 你看咱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有业务流程里面了 它是把新增用户等 这些业务流程也放到这个hub里面 这是不好的 hub中只应该做这个消息的分发 不应该有这个业务流程的操作 有同学 你这根据用户名拿到用户id 这个不属于业务逻辑 这还是属于消息分发的一部分 是吧 这只不过是根据用户名取到用户的id 然后再寻发消息 这应该属于消息分发 这个不属于业务逻辑 但你新增用户 这就属于业务逻辑了 不应该把业务逻辑写到hub中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在于说 signal 2中 客户端向服务器端推送消息的默认响应时间是30秒钟 如果说你的服务器端向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请求 你就向他发送请求 他执行时间超过30秒钟 那么你这个请求就是属于这个失败的请求了 扣端直接告诉你说请求失败 当然咱们一般情况也不会有超过30秒钟 但人家为什么做这样一个限制 就在于说 禁止你不能要觉得你 就是建议你不要在这个hub这个方法中 做业务逻辑操作 为什么呢 因为hub的这个操作是 虽然说相对它的效率比较高 但是hub的这个连接资源也是比较宝贵的 你不应该长期占据这样一个不必要的地方 占据这个hub资源 因此你在这里边执行业务逻辑 越来越多的业务逻辑写到hub里边 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 你是把这样一些本应该是由咱们htp的controller的操作 完成操作 你给它到hub里完成了 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说尽量不要把业务逻辑放到hub里边 hub只完成消息的发布 其他不要做业务逻辑的操作 能列的意思吧 那怎么办呢 咱们怎么样在咱们完成业务逻辑 你看 这个新增用户业务逻辑在这 怎么在这来群发消息呢 OK 就是说怎么样在mvc 突广服务等这些hub的外部 向扣断催送消息呢 很简单 咱们只要通过这个注入iHub context 然后参数这 指定咱们的这个hub的类型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获得对于这个 在外部 在hub的外部来进行这个消息的推送了 咱们来试一下 在这 所以这个做法这样做不推荐 不能在不能说不能啊 不建议在hub中执行除了消息分发之外的业务逻辑 操作 操作 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注意到吧 别太太跟我学 注意到吧 然后的话在这 咱们要注入这个private read only i hub i hub context 范形范形是咱们要和这个hub来通讯 是my hub 所以叫my hub my hub context 来注注它 然后怎么来群发消息 你看现在新增用户了吧 咱们怎么群发消息呢 hub context 叫做my hub context 怎么的 你看client 哦 你看是不是都有啊 哦 你看这个group 有group吗 group你看都有了吧 user 全都有 所以说这个就是 所有的根据用户的过滤 根据啊 根据啊 什么根据这group啊 这全都行 是吧 咱们暂时还是最简单 粗暴向所有的用户 群发消息 是吧 send message 咱还是群发一个这个 和这一样的吧 和他参数宝是一致省的扣端 咱们再去写一个额外的方法了 public 就这个 这个消息 public 这写的就是 欢迎 这个username 加入我们 OK 那么咱们来试一哈 看着啊 咱们先在这登录 前段我加一句话 我每次登录成功之后 我alert一下 分不清 登录 登录成功 zk123456 嗯 啊 登录成功 OK 然后的话 咱们在 web api这块 web api这块 咱们给他新增个用户 add user 所以咱们就 通过web api来调一下这个新增用户的方法呀 用户名123123456 OK 欢迎123加入我们 看到了吧 这个是不是就就完成了 咱们在这个呃 control论里边来向这个哈本来群发消息的功能啊 还看到这个了吧 欢迎123加入我们 但你得登录啊 登录之后 你才能脸上那个signal r呢 咱们再试试 abc 是吧 欢迎abc加入我们 啊 这就是咱们实现的这个 在非 hub里边 咱们只要注入这个 i hub context这个服务 通过范性来指定说 呃 他是向哪个hub推送消息的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这个 过滤用户 然后向他们群发消息 是不是特别简单的 OK 呃 当然有一点消息注意 咱们在这儿注入的是叫做i hub context 这样一个类型 而咱们hub呢 你看咱们这个hub hub 诶 诶 诶 这什么 这个hub i hub caller client 你看啊 咱们hub的这个client 是i hub caller client 然后咱们看 这里边的client 呢 它是i hub client 你看不一样啊 这个 看看 这这个 i hub context 的 client 是这个类型 i hub client 类型 类型 而咱们的这个埋估就是hub的这个client是什么类型的呢 哈巴的这个client是这个类型的 有点不一样 一个IhabCleanse类型的 一个IhabColorCleanse类型 那咱们看看IhabColorCleanse IhabCleanse呢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个它是继承字这个接口的 看到吧 咱不管这个 它是继承字接口的 看到了吧 它是继承字这个接口 就说咱们的这个 Hub的这个Cleanse 是继承字这个接口的 那这个接口多了什么功能呢 这个接口 其实主要是看的是它 它多了一个Color和Others 以及Others in groups 而这个里面 只有All except clients 但没有什么Others这个功能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 咱们在这 MyHubCleanse.Clientse 你看有Color吗 有Others吗 没有吧 但是有All啊Client 这种这功能但是没有Color 没有Others 看到了吗 这没有这些 而咱们的Hub里边 咱们的Hub里边 Clientse 你看是有Color Clientse 有Color 有Others 看到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Color Others那些是属于 这个接口才有的 OK 而它是没有Color Others这些东西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它不想让咱们用了 不是的 因为你想看看啊 给它画个图 这是咱们的Hub 画小点 这是咱们的Hub 这是咱们的MVC的controller 你要知道咱们说过了 MVC的controller或HTTP和WebSocket 它是两套系统 所以说在内部啊 它虽然说都属于ASP.NET 都靠着一个服务器端 但它们在内部是分开的 咱们两个各干各的 只不过是有前单 有没有统一的这个入口 有前单这么 有前单总的这么一个入口 啊 HTTP协议 归你管 是吧 这个WebSocket 他归我管 那到登录这块呢 哎 你可以负责给我生成GWT 然后我这GWT 我这是用的 但是虽然说我是借助于你 发颁发这个GWT的 但是我在用的 但是咱们两个还是隔离的 各干各的是吧 我要存发消息的时候呢 我可以知道说我是谁 我转给他 所以说我的这个和扣端之间是 这个连接是我是知道的 那所以说我自己是知道我是谁的 明白吧 我自己知道我这个连接是谁的 但是我这controller 我这controller和你这个Hub是独立的 因此我在我这 是不知道你这个连接是什么的 所以对controller来讲 是不知道我这个概念的 明白吧 因为controller和你Hub 不处于同一个连接中 因此controller中是不知道我的存在的 ok 因为他们一个是WebSocket的 一个是MVC的 各干各的 互相不通通 互相不干扰 所以说这样说了 在这个IHub context中 咱不能调用caller Others等这样一些和当前连接 和我相关这个概念 因此不能说像当前连接的扣端 除了当前连接的扣端 像这个推送消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控制器等这些极限器 外边调用的这个IHub context中 不存在signal2的连接的概念 因此也就没有当前连接的概念 因此咱们只能说像某个用户 像某个connectionID寻发 但是不能像我或说别人这样一些发送消息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现象和原理给大家去讲了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 自己再去看看那些类的定义 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好吧 行 这就是咱们这几课讲的这个 如何实现某个外部系统 向Hub来寻发消息 你会发现用的时候 只要是咱们在外部系统的时候 注入这个 注入 这个服务就可以了 在这个服务里边咱们用的时候 几乎和咱们在Hub里边寻发一样 唯一的不同就在于说 由于表现上来讲 表现上是由于他们的 像Client等那些 它的类型不一样 导致这些类型的接口里边的方法不一样 其本质在于说 咱们在外部系统里边 是不知道当前的 Signal2的连接是什么 所以说是不能获得Caller 以及Others等这样一些信息的 其他的像索的扣端群发消息 像某个user群发消息 你看这些都可以做到的 OK 只不过是无法获得Caller而已 好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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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